嗨 各位好 今天帶大家看一個家的開箱 我之前幫一個由香港回流回來的朋友和客人 買了一個Richmond Hill的condo 除了帶大家開箱之內 亦都跟大家說一下 在交收之前七天其實就有一個驗樓期 大家在驗樓時通常會查一些不同的東西 在這裡只要你的經紀是有擺那個條款 就是 make sure appliances, light fixture 那些東西 都是 in a working order 你在交收之前就可以驗一件告訴律師 這個seller 在交收之前就要做好給你了 我帶大家看一下房子 今天我帶大家說一下如果要驗樓 是要驗些什麼 第一個我們來到的是廚房 我建議大家其實這裡有很多個outlet 即是這個插帳 有一個充電器 連著手機試一試這些可行不行 第一樣要試 每一個outlet都試一試 第二個就是這個洗碗機人 洗碗機是一個有污漬的碟 再買一個洗碗機主用的蕃茄 去試一試洗碗機是否用得到的 之後去到這個洗碗機 無論是廚房還是廁所的洗碗機 你們都會先試兩樣的 第一 首先關了這個閘 然後把這個洗碗機 調換了水 之後再打開去試一試去水位 還有下面有沒有流水 除了這幾樣東西之外 你們還可以試一試抽油煙機 這個就是微波爐和抽油煙機 二合一的機器 我們試一試它的抽油煙機 你們就可以放一張紙巾進去試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動不了的 然後除了抽油煙機 無論這個爐 你們都可以試一試 首先它嚴熱 焗爐又不會太過不乾淨 又或者焗爐功能不能動 還有雪櫃 雪櫃它的製冷功能能不能動 有沒有壞 流水如果裡面是有水機的功能 它可不可以產水出來 廚房幾個重點 Sync 洗碗機 然後抽油煙機 微波爐和麥爐 之後第二樣東西要嚴重的 就是這個洗衣機 那洗衣機這裡有些不同的 如果你例如要保養 上面是有一個 一個叫做Lin Trout 是每三個月要清潔一次 然後去到這個乾衣機的話 你每一次洗完衣服 都要將它的Lin拿出來 如果不是會火燭的 也都建議你們在二樓的時候 去找一些衣服 洗一次試一次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跟你的房地產律師說 房地產律師就會幫你follow up 那去到這個浴室 你們一定試的同一樣東西 都是試有沒有流水 去水功能唱不唱順 試一試 上面的花灑和下面的水 水壓夠不夠啊 還有它轉換的時候 順暢 還有廁所的沖水功能 不過注意 如果你們是買這五年的新屋的話 它那個廁所屋 還有這個花灑 還有這個水龍頭 它們都是省水水龍頭 所以水壓有時候會低一點 尤其是如果你們是買樓花膠收的話 它們的水龍頭 都是有省水的功能的 所以它們裡面是有一個細膠沙 如果剛剛開 你會看到水壓很低 很小事的 你拆開水龍頭 把膠沙拿開的話 水壓就會升高 但如果水壓還是不夠高的話 就可以買一個新的來替換 最重要呢 就是看一看這個軟爐 那呢 在你拿到新屋回來之後 如果是康道的話 裡面有濾網 每一棟樓都不同 如果是有一些樓 就是你的管理費已經包了 每半年可能有人 尊人上來幫你換 或者在管理處那裡 就已經準備好給你自己換 但有些管理費收得比較便宜的話 然後呢 就會這個 你要自己出去買 那另外一件事 屬於管理處負責的 就是幾個item 第一個呢 防火系統那個是氣 那這個呢 是屬於管理處去看的 那另外一個 醫務探測器和火鍵鏡鐘 那通常是由這個管理處 每一年呢 都會有專人的機構去調整的 那所以呢 這個就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呢 每半年呢 管理處就會通知說他會上來 要試一試這幾樣東西 這個也是保障大家安全的 那去到最後的話呢 可能就是一些燈啊 還有最重要的 我放在壓阻呢 就是窗 如果在加拿大呢 很多窗都是掃膠族 而它們是雙層窗 一是在真空 一是裡面呢 就是會放鴉肝的 即是啞在裡面的 那所以窗那裡呢 你們一定要試 第一呢 就是第一 開關上不上場 第二就是那個蚊膜那裡 有沒有爛壓 那第二個呢 就是它們有沒有流風 那 那根據奮及約呢 開都開不到就叫做misfunction 或者是那個not in working order 那律師就可以幫你follow up這件事了 那最後看完這個窗呢 這裡的窗開的都不一樣 那來試一試 開一開順暢 那如果開順暢的話呢 那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呢 給大家的資料呢 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whatsapp我 或者是打電話給我問我 那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教大家其他的買賣 或者租屋房地產的小知識 拜拜 拜拜